治疗阴导炎的偏方有哪些? 白萝卜加醋 女性一旦出现了阴导炎往往会发生白带增多,外因出现臊痒等病症,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白萝卜加醋进行治疗,将白萝卜榨成汁,先是用食醋对自己的阴部进行清洗, 之后再使用白萝卜汁对阴部进行擦洗,可以擦洗的比较深一些,对白带较多,阴部臊痒具有非常不错的疗效。 青萝卜泥 将青萝卜清洗干净放在搅拌机内搅拌成为青萝卜泥。 之后用消过毒的纱布包裹住青萝卜泥,卷成卷备用,先用高蒙酸甲溶液清洗自己的阴道,之后将纱布卷放在阴道内,来回拉洞,当然你也可以将纱布卷放置在阴道内保持一个小时,这个方法可以有效治疗低虫性阴道炎。 猪肝马鞭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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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对白带的症状,具有非常不错的清热,解毒,去湿的功效。 大蒜汁 将大蒜适量去掉皮,倒成蒜泥,之后加入适量开水,放在火上熬煮成汤,可以用大蒜汤汁每天清洗外阴三次,对于治疗外阴臊痒有很好的效果,特别适合低虫性阴导炎的治疗 上面推荐了几个中医治阴导炎的几个小偏方,简单逆行,治疗阴导炎的效果还比较好,广大的女性朋友如果你有阴导炎不妨试一下上面的这些小偏方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